哈喽大家好 今天的话就不出境了 但是很高兴 今天大家还能继续看我的视频 那么说一下今天的感受吧 今天很累 这是一点 就是我们即将有一场活动 也就在本月的8号在长沙 会举办一次免费试驾的房车体验活动 也很荣幸的邀请到一些新老车友前来体验 在此的话 如果车友们有意向的 咱们也可以自己下去聊一下 然后就是今天或者是最近吧 在头条或者是这几个媒体上面 闹得比较火的 是一个博主叫杨 杨旭的 然后也是说到了这个房车售后的问题 虽然集中的点是在挤盘方面 但是挤盘的话 说实话 我觉得车无玩车 人无玩人 出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怎么去解决问题 以什么样的态度去解决问题 这才是关键 因为正在车友的立场上 咱们更多的去考虑是怎么玩房车 而不是被房车玩 那么如何避免被房车玩呢 售后很关键 那么现在我们很多改装厂 它更多的是拿着挤盘来去改装 这样就等于直击厂 挤盘的生产厂家和上装部分的厂家 是分开的 是玻尼的 那么底盘的厂家的话 实际上网点还是比较多 因为相对来说 青客体系或者是神用车体系的话 这一块还是比较完善的 那么上装部分的话 这一块就是很重要了 相对于底盘来说 上装更难以解决 一方面 是因为上装部分涵盖的方面比较多 比如说水路 电路 家具 家电 这每一块都是非常容易出现问题的 因为咱们可以想象在家里面的时候 这家里面的这些硬件设施啊 或者家具家电 时间久了 它都会出现故障 更别说是在房车上面 那么更多的生产厂家的话 它主要是对于上装部分采取的 出现的售后问题 要么就是上门维修 要么就是找就近的服务网点 您自行维修 它再给予报销 甚至是说 让您把车开回工厂来处理 那这几种方式的话 无论是哪一种 它处理起来都非常有难度 非常复杂的 这里说的复杂是相较于 大同原厂的房车 或者是其他几个大厂的房车来说 因为只是打个比方而已啊 当然也有其他厂子 它是跟原厂或者是这种大厂 是类似的出的方式 就说挤盘和上装部分 它是统一的网点 网点比较多 比较密集 那么您无论是在市区 或者是在外旅行 都有比较靠谱的位置 或者比较近距离的位置 去处理这种售后的问题 当然关键问题 就是咱们对于出现问题之后 处理的态度是怎样的 这样直接决定了客户的体验